在realc.com上 布里斯班的十大热搜区在哪里呢 这些都是接近市中心的承收区吗 还是说有近期崛起的区域也包含在内呢 对布里斯班的熟悉的朋友们 可以猜猜看哪些区上榜 好了 那么今天的视频呢 就为你揭晓布里斯班十大热搜区 我是Yoyo 专注于投资策略规划 不存房产分析和物业管理分享 如果您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 欢迎订阅并点开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今后的视频了 这期内容呢 我们会以一种比较轻松的聊天的方式 跟大家分享2021年 在这样火爆的房市中 到底大家都在热搜布里斯班的哪些区域呢 那么这期我们也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去做统整 那我们也会大致说一下 这个区域的房屋中价位 租金中价位 还有附近的学校 跟这个区域的特色等等 那这些数据都是参考realc.com上面 还有RP data上的数据 那很多数据呢 每天都在变 因此之后再去看 可能又会有一些不一样 所以我们说的这些区域之后 有可能会有一些变化 这里就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对的 那么这里特别说明一下 这些区的热搜排名呢 我们是根据每一个区的 每个房子平均有多少人来搜索 去排名的 那么昆士兰呢 每一个房子平均有818个人搜索 好了 那我们就来看看目前到9月底为止 排名前10名的热搜区都有哪些呢 当然这些热搜区呢 并不是代表涨幅最高的区 我们下期的视频呢 会向大家介绍布里斯班 在过去一年涨幅最好的十大区域 那就请宝宝继续关注我们吧 我们就从第10名开始说起好了 第10名呢 是威尔斯顿 房屋的平均搜索量呢 是2026 威尔斯顿呢 是距离市中心5公里的北区 就在人们所熟知的区域Kelvern Group上面 开车到市中心呢 是12分钟左右 不是非常大的一个区域 仅有1.4平方千米 但是它距离QT校区域A卡 Showground 皇家女子医院 去Clan 7 Airports Link 隧道都非常的近 有着非常便利的交通位置 那它的房屋中价位 大概是在131万左右 租金的中价位呢 是每个礼拜600块 那9月份的空租率大概是1.1% 那居住在这里的人口结构 主要都是有小孩的家庭 60%以上都是自住人士 薪资结构年收入超过 18万2的人占的多数 都是专业人士居多 周边有5个公园 有个Whilstorm火车站 当地有一个Whilstorm State School 是个不错的小学 评分99分 ICSEA指数是1162 大家还记得这个ICSEA的数值 代表什么吗 全国的ICSEA平均分数是1000 那这个数字越高呢 说明家长的教育 经济和职业背景都很强 学生的数字也相对的较高 排名第9的呢 就是Camp Hill 它的平均搜索量呢 占到2138 那这个区呢 是位于布里斯班的东南区 约7公里 开车差不多15分钟 旁边呢 也是大家比较熟知的区域 像Cupro Norman Park Karina 还有Holton Park 那这个区的面积呢 算是中型区域 有4.8平方千米 人口呢 也是在每一年的稳健递增 大约70%呢 是自住人士 这个区的中价位呢 已经接近了1.2个million 中价位的租金呢 在600块钱一周 但是像比较新的这种 四方两位双车库 带游泳池的呢 基本上也都是在 1000块钱一周以上了 9月份呢 控租率呢 仅1.2% 住在这个区域的人口结构 主要也是以家庭为主 那薪资结构呢 超过18万2的呢 占了多数 专业人士居多 这个区之所以非常受欢迎呢 就是像它的名字说的一样 就它有非常多的绿化公园 有12个公园绿地 像这个评分4.6非常高的 受欢迎的 White Hill Reserve 也是大家周末假日 常去徒步运动啊 野餐的一个聚餐的好地方 带着这个区的公立小学和中学呢 基本上在90分以上 没有说非常的好 但是它的这个ICSEA指数呢 已经是高于平均值了 离我们这个大家都知道 大型商场 Westfield Carindale Shopping Center呢 开车也就5分钟之内 那第8名呢 是Grange 它的平均搜索量是2171 Grange呢 是在距离布里斯班北区 约7公里的区域 它的房屋中价位呢 是110万左右 租金的中价位 大概在650块一周 9月的空出率 也仅有1.1% 那这个区域呢 居住在这里的人口 结构主要都是 有小孩子的家庭 75%都是自助人士 薪资结构 年收入超过 18万2的人 占了多数 专业人士居多 8个公园绿地 占了区域的20% 还有一个 驾驭6小孩的好居住 Grange Forest Park Grange跟排名 第10的 Wilston相邻 因此附近的学校 也是 Wilston State School 那它的平分呢 就是99分 ICSEA是 1162 排名第7的呢 是Chemple Hill 它跟刚刚 这个排名第9的 Campio呢 发音有点像 大家很容易搞混 Chemple Hill呢 是在西边 Campio呢 是在东边 好 那Chemple Hill呢 它是距离 布里斯班西边 11公里 那它的平均价位呢 是已经过百万了 平均的这个 中价位的租金呢 在650 当然如果是更新的房子 它会更贵 像去年 我们推出的这个项目 基本上都是在 1000块钱以上的 这样的一个租金 那些全新的别墅项目呢 到今年呢 也已经涨了15%以上 好 居住在这里的人口结构呢 主要还是以有家庭为主的 自住人士呢 占到了83% 非常高了 薪资收入结构呢 超过18万2的这个 也是占了绝大数 专业人士居多 那么看这个去的名字 大概也能猜出来 它是在一个小山丘上 有15个公园立地啊 跟这个Campio很像 绿意盎然 住在这里的人呢 可以尽情地享受 大自然的分多金 Campio Hill State School 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学校 那它是在昆州呢 排名非常靠前 99分的综合分数 ICSEA的指数也很高 1180 那第六名呢 是Holland Park 它的平均搜索量是 2255 Holland Park呢 是在布里斯班东南区 大约8.5公里的区域 它的房屋中价位 大概是90万左右 那租金的中价位呢 是一周530块 那当然如果你是新房的话呢 一定是会比530块 讲还要高的 那空租率呢 是1.5% 那这个区域呢 居住在这里的人口结构 主要都是有小孩子的家庭 自住呢 大概是60%以上 薪资结构是年收入在 7万8到13万的人 占的多数 那也是专业人士居多 那这个区域呢 有个著名的小学 是Holland Park State School 它是一个评分99分的公立小学 ICS1是1146 Holland Park呢 这个地理位置也是很不错的 几分钟就可以上高速 也与前面提到的 White Hill Reserve相邻 15个公园绿地 是周末野餐徒步的好去处 排名第5位的呢 就是New Market 那它的平均搜索量呢 是2374 它是在布里斯班的北区 6到7公里 就是在前面我们提到的 那个Wilston旁边 那这个区的中价位呢 是接近也接近100万了 中价位的租金呢 大概在580块钱一周 控租率也仅有1.1% 这个区的特色呢 就是年轻的这个单身贵族 或者是couple相对来说 比较多一些 自住的比例呢 接近50% 当然也有一些是 有小孩的这种年轻家庭了 亲资结构主要是 7万8到13万更多一些 专业人士居多 那它这个区的话呢 也是有9个大小不一的 这样的公园 小孩子狗狗假日呢 又多了一个天然玩水的地方 附近的交通也是非常便利的 有这个New Market的火车站 它的这个New Market State School呢 评分是99分 ICSEA指数呢 1132也是非常高的 跟这个旁边的这个 四校St.Ambrose School 都是不错的学校 那第四名呢 是Kalinga 它的平均搜寻量是2449 Kalinga呢 是距离布里斯班北区8公里的区域 它的房屋中价位 大概是在1.15m左右 它的租金中价位呢 是一周800块钱 那居住在这里的人口呢 主要也是有小孩子的家庭 住在这里的人 有将近40%的年收入在 18万2以上 非常富有 都是专业人士居多 虽然说这个区域很小呢 但是非常适合家庭居住 四周都被公园绿地环绕 占整个区域的26% 然后这里的房子都是 土地面积比较大的 然后是很漂亮的那种 Quinslander房子 很多都已经整修过了 所以就是房价也蛮高的 那附近也有名校 Eagle Junction State School 它的评分是99分 ICSEA是1157 那附近还有不错的中小学校 Walloween State School 还有Kadron State High School 还有一个学校是评价 蛮高的私立学校 是Clayfield College 评分有99分 那ICSEA是1140 难怪这里的房子难求 因为学校很多选择 所以房价也会相对的很高了 排名第三的呢 就是Graceville 那它是距离布里斯班 在西南区 距离布里斯班市中心 11公里 开车差不多在20分钟左右 隔水相望呢 就是非常有名的这个印度佩里了 这里的均价位呢 是在120万左右 中间价位的租金呢 600块钱 那基本上新一些的房子 也要远远超过这个价格 它的控租率仅为0.9% 为什么呢 那住在这里的人口结构 还是以家庭为主 自住人是高达75% 在过去5年的人口增长呢 也超过了10% 薪资结构自然也是以18万以上居多 专业人士居多 虽然这个区域比较小 但是它也有8个公园绿地 坐落在布里斯班的河边 就像刚才说的 它对面呢 就是印度皮利的高尔夫球场 开车数分钟呢 就可以到达印度皮利的大型商场 旁边也有火车站 那算是一个非常悠闲安静的 又非常便利的这样一个地方 当地的Greaseville的 State School排名是非常高 平均通合分数也有99分 ICSEA值高达1169 好了 那第二名呢 是Bellemont 它的平均搜索量是2617 那Bellemont呢 在布里斯班东区13公里的地方 它的平均房屋中价位是87万2左右 租金中位数呢 是一周565块钱 它的空租率呢是1.4%左右 Bellemont呢 其实它的地都算蛮大一块的 那居住在这里的人口呢 结构都主要是有小孩子的家庭 那薪资结构收入在7万8到13万的占多数 主要呢也都是专业人士 那它的地理位置就在M1旁边 所以非常的便利 几分钟的车程就可以到Westfield Karandel大型购物商场 周边绿地很多假日去见走呢 就非常的方便 当地的学校Bellemont State School呢 也是相当不错的学校 那它的评分呢有96分 ICSEA呢是1128 第一名呢就是Tarragundy 那Tarragundy呢 它是在布里斯班的南区 只有差不多9公里左右 旁边呢就是我们所熟知的Green Slope Holland Park West 这个区呢并不是说非常大 中价位也接近100万了 那它的中价位的租金呢 差不多在550块 控租率也是非常低 仅有1.5% 居住在这里的人口结构还是以家庭为主 自住人是占的非常的高 77% 薪资在18万2呢也占了多数 专业人士居多 这里呢是有一些低密度的住宅的 很多人在这边呢会买一些比较旧的房子 它跟像Anneley啊不太一样 就是它没有特别多的character home 所以它这些房子是可以推导重建的 然后有一些地呢 你也是可以找到七八百的这个大地 所以有些人是喜欢把它做成分割 周边呢有13个大大小小的公园绿地 居住在这里还是非常舒服的 另外一个呢 就是它的交通是非常便利的 就在M3的旁边 像当地的这个Viller Hill State School的 评分也还不错 95分 ICSEA指数呢也都高于了 平均值 开车呢数分钟呢就可以到达Griffith大学 那我们不难发现呢 就是这些十大热搜区呢 人口组成都是以家庭为主 收入呢也都是高于平均收入以上的 主要呢还都是以自住人群为主 周边的这些环境啊 公园绿地啊 生活品质呢相对来讲都比较高 都比较舒适 所以这些家庭呢 它有可能是当地的 然后也有可能是周期移民来的 那介于现在目前的历史的 这个比较低的低利息呢 很多人呢住在这里的人 都是想要升级他们的房子的 对的 有有 那也发现呢 其实当地都有不错的学校 而且交通都很便利 那这些区域呢也都是成熟区 距离布里斯班市中心 大概都是10公里以内的距离 那房屋中价位大部分 基本上都是在100万以上了 都高于大布里斯班房屋的中价位了 是的 Elsa 那好了 今天以上呢 就是我们为大家统整的布里斯班十大热搜区 下期呢我们会为大家介绍十大涨幅最快的区域 所以宝宝们可以期待一下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呢 请给我们一键三连 转发给需要的朋友们 谢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